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面上是国际狮子会300F区基隆木兰狮子会 运用国际基金会DCG方案捐赠245个热水快煮湖 帮助基隆家福中心所辅助的家庭 包括国际狮子会300F区近乃镇总监 木兰狮子会会长向玉宏 第一分区主席施连发 跟LCIF协调长林兆凤等师友都共相胜举 参加这个捐赠仪式 我们总共捐出了台币10万2900元 购买245个热水瓶 供应我们基隆地区弱势族群 那这个就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之前今年3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跟基隆家福中心有联络 那他是跟我们讲说 他们因为那个插电式热水瓶是消耗品 他们很容易消耗这种商品 所以他们希望我们 就是说如果能够捐赠那个插电式的话 让他们那个在冬天的时候 刚好现在是夏天嘛 冬天的时候可以有热水 可以饮用 我觉得这样子来讲 对我们的弱势族群 才会真正的去帮助他们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国际市值会 基隆木南会今天的回拨款的捐赠 那捐赠这个热水瓶非常 因为我们的辅助家庭非常有需要 那所以呢 因为在家里大人不在家的时候 小孩子直接就可以插电 然后煮一些东西自己来吃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非常感恩 基隆家福中心也提到 用来服务弱势家庭的工作车辆 也已经相当老旧 国际市值会300F区总监靖乃正 当下也允诺 明年将持续利用市值会的经费 来帮助家福 泰换老旧的车辆 我们每年捐的这个国际基金的回拨款 有大概100多万 今年全部用在买车子 包括台东有一部 家福中心的运输车 以及北南卫生所的一部 这个四分传动的医疗车 机动也有一部 那明年的话 我们一样会有回拨款 这个回拨款事实上都是大家捐赠的 给国际基金 然后他有15%回拨回来 那我希望说明年 我们能够跟家福中心来合作 因为家福中心说他们有一部这个运输车 大概也有点老旧了 要胎换 所以我们会利用这一笔回拨款 来帮助家福中心 让这个小朋友或者这物资的运输更安全 非常感谢机总监有看到这一块 就是因为我们服务的辖区 有山有海 然后服务员非常的广阔 像基隆也有一些山区 那金山万里 还有一些平双贡 那这些有山有海的地方 其实我们非常需要载运 尤其那一期那段时间 因为他们也出不来 所以我们沿路发放物资 那还有很多的社团捐蜜捐油 那都是非常重 需要来载送的 所以说那个车子对我们来说 帮助非常的大 所以感谢机总监有想到我们 然后愿意持续帮我们努力 来募集一台车子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贴近 我们社工的服务 因为光靠两双手 一双手跟一双脚来走 真的有很多是做不到的 照顾大基隆地区的基隆家福中心 相当感谢国际狮子会300F区 与基隆木兰狮子会的爱心 也希望受服住的孩子们长大后 也能够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让爱不断循环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谢国良的车 民进党来送 基隆Let's Go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 十位成员齐聚高呼口号 呼吁基隆市长 谢国良的送青年电动机车政策 应该不限场牌 给予市民购车选择的自由 我们希望市政府能够基于公益的考量 基于民众选择的自由 以及基于跟特定厂商不宜有过分的一个连结 这样的一个做法 让民众可以自由选择他想要购买的机车 这个强调 我们希望谢国良市长 你可以拿出一个合法的制定办法 让我们基隆市民这些年轻的朋友们 可以选择他自己喜欢的电动机车 我们要把这个政策真正推到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自由去选购 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个限购的条件必须要取消 在上个月我们有做了一份民调 当中有56.2%的基隆市民 他是认同这个政策 但是他认为补助的这件事情 应该不分厂牌 就是要不限厂牌的补助电动机车这个条件 那青年都非常赞同这样的形式 谢市府这边打着青年的口号 就应该更重视青年人的心声 我希望能不限厂牌 因为电动车的业者不是只有两家而已 那你怎么对其他基隆的机车业者交代 其实大部分的青年朋友也希望 可以有选择不同的车款的权利 那因为我们现在这样子的限制 所以导致我们的选择线数 如果他的政策目标方向呢 希望是能够节能减碳 那又为什么只有青年可以做换购 那如果他的政策目标呢 是希望能够促进青年就业 那这个最基本的民调市长有做吗 有多少青年能够为了这个指定厂牌的电动机车的领取 来回来基隆就业 市面上有这么多厂牌的电动机车可以供大家选择 为什么他只在市府大厅放这两台 难道是在暗示各位市民朋友 未来就只能选这两台吗 之后的换电站会不会足够我们所有五万台的这些电动机车 显然现在基隆市只有30处换电站 然后充电站只有45次那显然是不够的 对于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方面的呼吁 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也做出回应表示 将充分思考 希望能更完善这项政策 议员说的执政也有他的道理 我们也会充分的思考如何去完善这一项政策 为了落实基隆市长谢国良选前承诺 基隆市政府向市议会提出 三亿八千三百四十万元的追加预算案 预计补助共一万两千辆 每辆补助三万元 议会方面已经决议将这笔预算提交大会审查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大白天 红杏男子在摊位前购买食物 突然出拳往远警脸上招呼 当场被远警制服 新医区红杏男子酒醉之事影响地方秩序 警方已规划专案请勿防治及脱续行为 三十一日下午 红元富英酒饮发作 尽意图归权攻击远警 幸未成伤 警方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依法受办 这名红杏男子日前被邻居控诉 两年来不断攻击邻居 只要一喝醉就会上演脱续行为 被他烧耳的人还特别成立自救会 透过手机软体通报他出没地点 以免又遭到攻击 因此警方每天派出12名远警 只要他一出门就轮流借户 很多次他常常进出派出所 之前这边有人联署要他去强制 他玩酒之后下午的时候 他通常都是他八座的时候 那今天就是他们走在路上 两个远警一前一后的跟着他 结果他突然转身向他后方的远警来攻击 那还好这个警察他随时保持警戒 没有受伤 但是像这样的有一些人物 还是要非常小心处理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卫生跟设训单位 马上介入 会提早在今天赶快把他送到 这一个两基医院去救医 就像贴身借务工作还实施不到一个月 现在就连远警也遭到攻击 仿佛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在我们东信路跟东明路呢 红信男子就长期的就是三不五时 就会来挥打民众 其实民众呢他们都心里惶惶的 就是怕有一天会被这个红信男子给攻击到 那陈寅在警察局的业务报告也是说 其实并不是由警方警察局来针对这个业务 应该是由我们的社会处跟我们的卫生局 一起来介入 看他是不是要借酒饮还是要做什么样的安置 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推给警察来办理 那今天呢我们警察同任呢 也被红信男子给攻击了 那的确他的确是要来做这个安置的处理 这一回红信男子挑战公权力 连借户的警方都出手攻击 警方决定将人强制就医 希望用医疗方式戒除他的酒饮 不要再有人担心害怕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道 不管是前阵子在西岸港区办理的 敦牧舰队参观活动 或是更早之前在终于路港边 举办的黄色小鸭活动 以及一些连续假日期间 每次有举办热门的大活动时 基隆火车站周边就容易大塞车 动弹不得 连带回堵影响到港西街 以及中山一二路的交通 对于要发展观光 特别是邮轮观光的基隆市来说 就显得有些落惨 希望市政府可以研溢出好的交通配套措施来应应 我们市中心这个大问题 每当我们办大型活动的时候 或是上下班时候 我们的市中心都会拥塞 这拥塞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大困扰 那要如何去改善 我要请交通处再帮忙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配套措施 这也都是民间一直在跟我反应的 那你知道吗 我们从港西街的邮局到我们东岸庭这场 80公尺里面我们要花多少钱 多少时间才能过去那边 一般来讲应该是四分钟 是五分钟就可以到 可是当拥塞的时候会产生多少 像那一天市委阵议员讲的 可能要半小时 可能要五十分钟 可能要一个小时 所以说这个拥塞的问题 像以前我们黄色小药我记得 那打到中山里落下去 后面我们是观光城市 我们尽量五六台阶在那时 如果拥塞怎么办 我们要预防先事先去把它准备好 对不对 不能等事情发生了我们才来准备 我们这来不及了 钱已经跑掉了 人家也不想再来了 所以说我们的交通真的要再去思考一下 要如何进展 要找到我们的配套措施 那麻烦交通处长谢谢你 你看单单一个敦目见来 人来整堆地摆在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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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的餐料和两边 大塞车 市中心也一样 那这个乱象 真的不是我们一个台湾之手 台湾头 如果这样整形有一点点 那当然我们现在新的团队上 我希望我也知道你们都很有能力 那我希望我们看我们大家来共同演绎看 如何让金融市更好更方便更美 郭美秀对新的市政府团队有信心 希望可以尽快做一些因应的配套交通措施 避免大塞车的情况再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机动市议员 联恩典在市长市政总咨询中 以自己在四月份在暖暖举办的公园野孩子活动为例 建议市政府针对六岁以上年纪大一点的儿童 可以举办类似的活动 同时以宜兰为例子 建议市政府可以找适当的地点 盖有遮雨棚的活动空间 作为孩子游乐的场地 上次我在跟市长我们在做理事会的时候 我有提到六岁的孩子 那个要做什么事情 那个可以帮我放第一章吗 大一点的孩子 直接在空地的地方就可以这样玩 我想这个是一部分 那这个是也就是我在 今年四月七号办了那个 公园野孩子活动之后的回响 现在社会处也派设培的人力 来到公园带这些 等于礼拜二礼拜四礼拜三都有 带这些孩子就玩这些很简单的 也不用什么特别的大的邮据 你看就这么简单 小孩子玩疯了 大一点的孩子 那你如果像大一点孩子 你固定的邮据在那边 他玩一玩他就觉得腻了 但是这个有很多的变化 特别在有社会处 社会局那里 社会处有这样子的人力 我想这个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这是跟我们社会处这边也做的肯托 像这样子的游戏 很简单 就是有人可以带 那这些人力从哪里来 我想这次在这些带的这些的 这些孩子的家长到 可不可以再往下放 这家长当中 他们自己就会组成一个 一个志工的团队 慢慢也在这样组合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想 另外那个 我们这基隆很需要像这样 这是罗东文化工厂 他这个的整帽就是刚刚上面的 只要多雨 下一天有屋顶 然后可以让孩子在那边跑 这是一个 然后再下一张 也就是这个 他们从上面俯瞰下去 这个罗东文化工厂 他们做的这个是给我们参考 这个就是他们的样貌 再来其实 其实有一个 这个就是那个市长 你当初在做立委的时候 帮我们那个四号公园 争取的一个风雨操场 那其实真的是很需要 这样子的地方 一个遮雨的 然后现在目前 因为里面是有篮球场 所以有时候打起篮球来 其他孩子都靠不进来 如果是多工多功能的 刚刚像那个文化工厂这样 更大 我想有就有更好的 这个小孩子 大一点的孩子 可以去那边玩 这是给市长 这个做的建议 连安典认为 以办得相当成功的 公园野孩子活动为例 不需要特别购买或设置 智识化的儿童邮剧 只要有适当的游戏场地 就可以结合传统和创意 带给儿童好的游戏活动和氛围 也能增进亲子感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打起篮球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 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想要修盛水电 得先了解基本居家用电安全事项 系到梯子材质 大到电路架构 在老师洪元明深入浅出的教导下 工具的材质及应用变得简单好懂 加入创意 让营法长辈动动脑 各式水管组装 创意纯线 机关枪 书架 拉筋板 到最后进入按摩器 现场欢笑声不断 要让我们的这些高龄朋友们 在家里面 能够透过这些知识跟技能的一些学习 中山热林学习中心 首度开设水电工的课程 校长说不止秒杀 还首度出现男学员 都与女学员的现象 这个水电修护 我发觉男性参加的非常的高 借着这样的一个课程 也可以让他们有一点 社会贡献 不但是对家里面有贡献 简易的 然后我们到社区里面 也可以帮忙来做 这个简易的一个修护 营法朋友投入学习水电修缮 并成为家中修缮的得力助手 老婆的催促是一个动力 让我们更了解居家的安全 跟用电的安全 因为现在水电工真的很难请 不是只有加钱的问题 对我来讲最大的帮助就是 把家里面有一些简单的家居的水电项目的维修 更进一步的知道怎么样去了解它运作的原理 我想说我们如果学会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来维修 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会更好 也谢谢中山热链能够开这种课程 像我今天就上了一个热水器的不同 有一个墙牌 我刚刚还在请教同学什么叫墙牌我不懂 那我今天学到了 谢谢中山热链 第一天堂课我就吓到 我很多东西都不懂 因为他第一堂课讲的是规范 就是在水电方面的规范 那规范包括不是你自己组装 而是说当你家里要成装的时候 你自己要注意的东西 然后我发现这种很多尝试不是 我们并没有普及 然后我跟另外一位女性的同学 我们都认为说这种课程真的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不但是生活上面的安全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尝试 学员们彼此交流相互分享 中山热链鼓励银法朋友积极参与学习 透过课程提高生活品质 还能为社区和家庭带来更多的互助与温暖 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疫情渝染的小孩子 来到基隆市来打哨棒 这两年就能够拿到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但是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不想需要我们市府 尤其我们教育处能够 有一个关爱这样的一个衍生 基隆中校国小哨棒 参加全国多项赛事都拿下不错成绩 市议员陈明健总咨询时 希望市政府能够重视这一群为基隆市 争光的哨棒队 这一群小孩子从宜然离乡背景 为了追求他们这个哨棒的梦 领愿到基隆来资深离开他们自己的父母亲 到中校国小 而且旅次用基隆市的队名来代表我们基隆市来打这个哨棒队 这两年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但是回想他们训练着这样的一个过程 更训练的这些装备 真的是期待我们还要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大家应该也想到过去我们台东红业哨棒队 能够得到世界冠军 怎么训练而来的 以使当球 用轮胎 废轮胎来做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也能够得到世界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名次 所以这一点是不是请我们市长对这样的一个哨棒队也好 甚至于对我们的棒球这样的一个球赛 这个球略的运动 市长是否有自己的一个过想 这样子的一个球队 我们希望就是集中栽培这个学校 因为有时候你不可能把每个学校的棒球 孩子都打得很好 但我们基隆我们集中在一两所的国小里面 然后我们把企业的资源引入 然后我们集中把好的选手把它引入 然后我们想办法做一个明星哨棒队出来 那听起来中校国小的确就是 这个是有这样的条件 不过前一阵子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 大家也都很关注后续的发展 那我想我会持续的请教您 然后也咨询我们包括这个渊翔处长跟美兰处长 我们希望能够把基隆明星国小哨棒队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来把它完成 这其实是没有列在政见的政见 那因为那时候没有列在政见 有不同的考量 我们是很希望未来能够来做这件事情 本市有很多的小孩子 就是喜欢棒球 但是没有这个完成的 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球队 能够让他们留在基隆打球 所以他们宁愿把这个小孩子送到戏子 我们隔壁的新北市的戏子 来去培养这个一个哨棒的队伍 甚至于到秀丰国中 有一些棒球队 有时候他们都会到我们市立棒球场来做练习 很多都是我们基隆市的小孩子 家长为什么愿意请愿 每天一大早送过去 然后再上班 就是期待是我们基隆市 真正能够有一个比较完全的 这样一个哨棒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很高兴市长今天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过强 而且能做这样的一个大力支持 我们期待我们基隆市 真正有这样的一个明星的一个小棒队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会总质询 市议员张芳丽准备充足的资料 向各局处一一提出质询 其中特别针对防空避难所的设置 以及老人福利问题 向警察局和社会处提出质询 现在的科技这些发展 我们也看过电视也好 工具也好 这个修正的这个 这个恐怖 现在是都挣在地下里面 很沉的地方 你说一个香港派人所 你不要离去又好 你又有办法走 你离去又完全没办法走 那温室没完的 所以我现在是要跟 这个检察局 要来 跟您探讨 就是说 这个香港派人所 现出市场有国殊要 因为 既然有地下室的 这个都是大部分 都是店家 店家多 如果更大型的社区的地下室 都是在做什么 都在做店铁庁 都在做店铁庁 所以你说要来 叫他说来健康 都不可以 发的东西都不可以 我看这些时候 生活有点困难 生活有点困难 所以 我们有需要这种的设备 我希望说 你们有去竞争室开会的时候 你把它拿出来问 订阅看看 这种设备有需要吗 这是我 在请教我们 这个 建策局 这个 香港派人所的 输用 这个目的 果然呢 我就是要来 跟我们的 社会处 社会处 我们的洋处长 提倡的一项 就是 曾经 你拿来 是我有给你 建议一项 我们社会处的 自治条例 里面 自治条例 里面 有一项 说 你如果是这个 基人 把户口 牵出去之后 你就永远 没有办法 你如果再牵回来 永远没有办法 去享受到 你常要 基人 家的 享受 这个福利 所以 有一些老人 他就 我们都知道 有时候有 有什么 总控 还是什么 就是 需要 老人 的 户口 牵出去 但是 他 没多久 又牵出去 他说 我已经在这家 住了六七十年了 但是 我就 为了 要办 办什么 事情 我这样 牵出去 但是 我回来 没有了 我这个福利 就永远 就消失去了 所以 你们这个 主治条例 里面 要改 不要紧 你说 你牵出去 一年 还是两年 三年 后 牵出去 你还要经贵 多久 看是 一年后 再会再享受 就会是 这个老人的福利 老人的福利 也不是很多 但是 老人看得到就 欢喜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这点 我希望 我们的 市长 稍 把我 当主意 因为我有 答应 那些老人 说我一定 会把你这些工作 给市政府 欢迎 而针对 所直询的 各项问题 市议员张芳丽 也请在场的局处 首长 不用立即 答询回复 但请各局处 务必要笔记下来 可事后 在书面回复 他也期许 市长谢国良 带领的新市府团队 尽全力来为民众服务 让基隆平平安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要查证 中佳祁团关心您